每年1月和6月是巴黎藍莊州舉行的日子 創作人黃偉文、Wyman 今年1月已經是第11年參與藍莊界的城市 我們這次就帶大家去到巴黎 看看這位時裝人對參與Fashion Week有甚麼心得 第一年來巴黎的時候 如果用一個大家都有的共同經歷 就是升中學 去一間新女學校 同學生 全部都是新的 她不知就不受你玩 可能她們很酷 欺負你 欺凌你 又或者你們很快就打成一片 當然夢想就是希望很快就打成一片 但其實都需要一段時間才適應到多一些 到今時今日我都覺得 其實我都不是跟這間學校的每一個人 因為我想有一些同學是專門做友誼先生 或者友誼小姐 所以每晚很多派對去 她會通過一些神地的手段 拿到別人拿不到的票 或者在表演裡面坐到特別好的位置 那我就不是這樣的人 但到現在我仍然保持到 是一個有少少格格不入的人 我都很自豪 其實我今次來之前都真的有問自己這個問題 今時今日做甚麼還要山長水縣 又給機票又給酒店 特地借來巴黎呢 因為如果你只是想看衣服的話 上網看是萬五分鐘而已 甚至 Streaming 的話 五分鐘也不用 你這麼遠來到 甚至可能你的視野是更差的 因為你未必得到頭排的位置 如果你第三排 可能見到毛特兒在這裏 它襯了一雙鞋 你是看不到的 但是就是為了這組織一分鐘的差別 你不單止看到快了這一分鐘 你還可以看到那些衣服 財展貼合毛特兒的身體 甚至你有機會做 Receipt 可以摸到那些衣服 作為一個我覺得專業的時裝寫作人 我覺得所謂專業就是不畏山長水縣 不畏犧牲時間 就是來為了看得再仔細一些 比網上看得再仔細一些 最難的事情都很多 講一件叫快樂和不快樂同時一起發生 就是去看Rub Simonson Show 當時香港代理的公司 就有個熟與不熟之間的人 我就沒有票 我就求救 當我在表演門口等的時候 找到那張票給我 我當時很開心 我覺得人間是有溫暖的 然後給了那張票我之後 正當我很感激的時候 他又補了一句 他說試試坐頭牌看看是怎樣 我現在只有一次坐頭牌 不是 我覺得你幫人就幫人 幫完人就沒有給難聽的說話 但是我想無論是巴黎 還是紐約還是倫敦 時裝世界都還有很多老土的人 是這樣的 我覺得黑口黑臉 瞄準瞄切才是Fashionable 我這麼多年的人生的目標 就是我希望自己在時裝界裡生活 但是希望在一個Nice的人 跟他們不同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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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